大家好 我是來自寶島台灣的趙哥 趙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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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小剛老師 你可能不明白我 趙哥在這江湖上 可是響噹噹的 尤其我在寶島台灣 每一個人都叫我趙哥 很少直呼我的名諱 你以為我只會在節目上虛張聲勢嗎 你瞎了啊 難道你沒看到我眼皮上 有這麼深的刀疤嗎 這個蛋蛋 陳漢典來的時候 你說最喜歡的台灣藝人 就是陳漢典 剛剛在台下還沒錄影的時候 看到我來了 他說最喜歡的台灣藝人 就是趙振平 李旦 你這種認可 你會火的 像我這種真性情的 一定被淘汰 剛才那個教授說 我來了 觀眾走了 哎呀 那我這麼一想 今天我趙振平來了 教授 你可以走了 剛才那個王小莉 說我長得怎麼 邪性邪性的 我是真的聽不懂 不過我覺得你的口音 才邪性 爛透了 我跟小沈陽啊 參加了這個歡樂喜劇人的時候啊 我們彼此互相加的微信 所以每逢啊 元宵節 中秋節 端午節 聖誕節 我都會發這個微信的 祝福的突變給他 可是他從來沒有回過我 我心裡面在想 他是不是不喜歡這些節日啊 小沈陽 以後我就清明節發給你了 我來那地參加喜劇節目啊 很多網友都說我不好笑 這干我什麼事啊 我做喜劇 是需要配合的嘛 這要怪 就怪節目組 請不起小A是嗎 啊 爛透了 我是趙振平 謝謝大家 嚇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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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了這麼多期吐槽大會 第一次有一個嘉賓吐槽 聽得心驚膽戰 一言不合 隨時有可能動手 在這塊歇斯底里 但是 趙振平先生 我仍然要感謝你 因為你真的說了一句實話 我們節目 確實請不起小S 但是我想請你反過來 再想一想 我們如果能請來小S 我們還會請你嗎 我謝謝你 不要說你了 趙振平 我們要能請來小S 我們連他都不請 大家好 我是陳漢典 焦哥呢跟我算是好朋友 而且呢 甚至也可以算是 跟我一起這個 共患難的老搭檔 因為在康熙的那十年裡面呢 S姐上了台就罵我 下了台就罵他 你們可能不知道 焦哥他的人生閱歷非常的豐富啊 焦哥出過十五本書 每一本都不火 李淡 你知道這意味著什麼嗎 這意味著 他把你的人生重複了十五遍 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歡模仿 這些年也模仿過很多人 那剛剛在後台 辭職就過來跟我說 焦點哥 等一下你可以模仿一下我嗎 我跟他說 考驗我的模仿能力 可以 但是侮辱我的人格 這就太過分了 這個 韓喬生老師啊 今天也來到現場 我非常仰慕韓老師 因為聽說韓老師是 內地元老級的足球解說啊 那他具體的歲數多少 其實我也不太清楚 不過有人告訴我 洋務運動就是韓老師解說的 那今天我也看到 這個寧靜姐坐在這邊 這個大家都知道 寧靜姐呢 她可是著名的性感女神 這個是我爸告訴我的 最後我來說說湘姐好了 湘姐是我非常敬佩的一位偶像 因為湘姐在1997年到2004年間呢 曾經多次獲選 最受歡迎主持人 雖然現在比較少主持啦 可是跟現在很多的主持人比起來 還是受死的駱駝比馬大 更何況大家看看湘姐 她是不可能受死的 看了湘姐參加的真人秀啊 真的覺得湘姐是一位 很能幹又漂亮 有顏值有口才的一位女神 所以呢我就向上天祈禱 能不能也給我這一位呢 這麼樣漂亮這麼完美的老婆 就算剝奪我的一切 把我變得跟王月倫一樣 什麼都不會我也願意 同為快樂大本營的主持人 很多人會拿湘姐跟謝娜來做比較 很多人就講說 他們兩個究竟有什麼地方 是不一樣的 經過我的分析 我研究了一下 他們兩個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湘姐一天到晚 只想兩件事情 第一有沒有節目做 第二愛買衣服 那謝娜就不一樣了 謝娜可能也愛買衣服 但是謝娜從來不用想 有沒有節目做 最後要非常謝謝湘姐 邀請我來參加你的吐槽大會 那麼我想可能湘姐也是覺得 大家同為失業的主持人 所以能幫一把就幫一把 謝謝大家 我是陳岸田 謝謝 大家好我是威廉沈沈玉琳 大家好我是威廉沈沈玉琳 好我是台灣通告王 同時我也是鎖台王 我是荒謬大師 同時我也是綜藝鬼才 厲害厲害 外號繁多 這當中最中肯的外號 是人們尊稱我為 嘉義彭于彥 哈哈哈哈哈哈 李彈 我的粉絲 在奇葩說當導師的時候 被人罵到半死 你還是沒有學我學到位 我身上還有一個品質 就是做人 要知道自己有幾斤幾兩 哈哈哈哈哈哈 好啦來說說 歐陽晉 饒舌很厲害 而我呢 也常常被大家稱作是 藝能界的饒舌之神 想必大家都聽過 威廉沈 AKA我本人的 最新最時刻的 饒舌單曲 想聽嗎 又有毒素破 我玩具俠比如有生 今天我要向你介紹一個APP 那叫有視頻 上面精彩的內容有貓有狗有名人 音有經有就在有視頻 還有饒舌之神 我沈玉琳 歐陽晉老師 你覺得我的饒舌是屬於什麼Label的 很顯然 他已經被我的饒舌震撼住了 啊厲害 很厲害 不然就是國語太差 根本沒有聽懂我在唱什麼 對啊 花那個時光過得總是特別快 歐陽娜娜 我的同鄉 出生自演藝世家 他的爸爸當年還是瓊瑤劇的當家 男一號 很多看過歐陽娜娜表演的人聽到這裡 應該已經猜得出來了 是的 他的爸爸就是馬錦濤 好啦開玩笑啦 這怎麼可能呢 他就姓歐陽啊 他的爸爸其實是 歐陽晉 好啦不要管他爸爸是誰啦 總之他們這種新二代呢 小小年紀就承受了很多壓力 但相比較於他得到的關注來說 這點壓力又算得了什麼呢 歐陽娜娜 你得到的關注還不夠多嗎 連諧星這碗飯都要跟我搶 四歲就上康熙搶我通告 這就算了 現在演戲 又那麼好笑 到底是B死誰啊 好啦關於方文三 我真的是有一個真實的故事啊 真實的我特別強調 真實真實真實 很重要所以我說三次 之前有一次呢 吳宗憲憲哥帶我去方文三的這個生日派對 當時呢車上還有憲哥 未公開的緋聞女友 車子開到以後呢 發現記者都等在門口 那憲哥就很有經驗啊 就說 嘿嘿 玉琳見鬼啦 我們先不下車 我們繞一圈 記者就會通通走掉 好啦我們一圈繞回來 發現記者真的不見了 然後憲哥就大大方方拉著緋聞女友下車 結果記者 一群跑出來 深披樹葉 頭頂花盆 對著憲哥一頓狂拍 好啦第二天 憲哥跟他的緋聞女友 通通上了頭條 那扯了半天 我為什麼要講這個 跟方文三沒有一點關係的故事 就是因為 方文三 要不是 你非要過生日 憲哥也不會上頭條 好 好 以下關於張藝新的是編劇設定給我講的 絕對不代表本人立場 絕對不代表本人立場 好啦 我是 我認真的要讚美張藝新啦 那張藝新真的很厲害啦 不僅是歌手 唱跳踢人 人體節拍器 還做製作人啊 主持人啊 演員等等等等 就連他出唱片 也是一張專輯裡面有22首歌 而且還包含九種曲風 ONGONGONG 這就是亂槍打鳥嘛 我活了這麼多年 數都數不出來九種曲風 為什麼搞這麼多曲風 還不是因為找不到適合的 而我就一種曲風 就被大家銘記了 就是什麼 我的饒舌 瓦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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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但是群求别人的认可这种事 就是一个无底洞 是填不满的 苏格拉底有一句名言 做人最难的 就是找到自己想要的 这是苏格拉底的问题 现在也是张艺兴的问题 人世间最可贵的事情 就是做你自己 如果连你自己都做不成功的话 那就表示你自己 也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了 人生就是这样 观观难过 今天没过 不要难过 因为明天一样不会过 谢谢大家 我是沈玉琳 Thank you See you 玉琳哥我的偶像 反复说我的偶像 因为我从小就喜欢看 综艺节目嘛 然后看现歌啊 康永哥 就觉得直可远观 直到有一天看到了玉琳哥 我被击中了 真的就是他怎么 他怎么每句话都那么好笑 对吧 你说的话那么荒唐 但是总有道理 有时候笑完呢 还能感觉到一丝心酸 我就看着玉琳哥 我就 哎呀 我就看着玉琳哥 我就 这啥 这我也能干呢 这有什么难呢 对不对 我义无反顾的 开始了我的邪性事业 大家呢 过去一两年 应该也在各大综艺节目里 看到我 是不是 去胡说八道 自以为很搞笑 然后被人骂 大家骂我也有道理 2019年 我要改变自己 我从改变偶像开始 从今天开始 我的偶像就是张一星了 那玉琳哥呢 我是真的不认识他 本来呢 觉得就不吐槽了 可是李蛋哥说 这个节目 就是要互相说的 就是要互相吐槽的 你不吐槽 这是对他最大的不尊重 我说哦 那我就不吐槽他了 我提心能力 没有玉琳哥那么快 我先跳着讲好了 好 然后玉琳哥 他其实 他也有自己的音乐作品 看不出来哦 看不出来 然后呢 他多年前呢 为了卖CD 自己去 CD嘛 不然怎么讲 光碟吗 多年前 为了卖个光碟 专辑 然后去 敖俊老师 构思了一个 促销的方案 他那时候也写书 他其实算材质 他的书 卖56块 然后加了CD之后 反而卖49块 莫名其妙消失了7块钱 因为他是想要人家 把书跟CD一起带走 可是大多数的人 都很有骨气 就宁愿多花钱买书 也不要拿CD 瑞林哥 瑞林哥呢 有一次在一档节目里 接受智力测试 被测出来是轻度智力障碍 tijd 我觉得那都是节目恶搞 对不对 不可信 玉玲哥怎么可能是 轻度智力障碍呢 他那就是轻度的智力 玉玲哥总给一种 天天瞎扯的感觉 江湖骗子 但如果你看他节目 看得多的话 其实你就够了解他的话 你就能判断出 玉玲哥哪句话是在鬼扯 哪句话不是在鬼扯 你通过微表情 只要他一开口说话 就是在鬼扯 当玉玲哥说的没错 他说我确实是 四岁上的康熙 所以在这十几年后 我看到玉玲哥 上了四十多次的康熙 那我就非常感慨 哎呀 真是后生可畏啊 大家对玉玲哥的印象呢 就是康熙来了 到现在他还到处聊康熙 大家都以为康熙这节目还在 想跟你说一句话 玉玲哥 你清醒一点 康熙已经走时 两年了 大家好 我是方波 我是玉玲哥的编剧 就是他写的 确实玉玲哥 玉玲哥是这个 咱们喜剧界的前辈啊 这许记风格我们也很独特 很熟悉啊 就是靠吼 对吧 我们也看过很多节目 现在看到他本人坐在这里 我都觉得耳鸣 我觉得他就一直这样戳我的耳膜 不过你们看他 虽然一副为老不尊的样子 什么为老不尊 但是其实 其实你了解他本人 你就会发现他在工作上 其实更加不正经 就他之前策划过很多那种 整股明星的节目 你们看过吗 给嘉宾吃虫子啊 半夜打恐怖电话这种东西 都是他发扬光大的 所以玉玲哥你今天来啊 我们也给你准备了一个小礼物 全场呢 有一张椅子是带弹射功能的 就是一按开关 超乎就起飞那种 你猜是谁的椅子 别找别找 不是现在谈 等一会儿 等你放松警惕的时候 啊 太棒了 我不知道原来这一期的 吐槽会有两个很棒的说唱歌手 沈玉玲 他最厉害的就是胡说八道 可以没有任何剧本 一讲口就胡说出一对故事 你们觉得很厉害吗 厉害 stop 我觉得没什么 这不就是freestyle吗 根本就是freestyle 我们说唱歌手 人人都会 而且还压运 对吗 你说你自己是喜剧界的老炮 可是你的笑话都是那么老套 所谓的大事 所谓的大事就是胡说八道 你现在最需要 是回首随身照 觉得这个是最棒的这个动作 可能我后来看演唱会的每一首歌都会在这个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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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